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梁振英在今天也发了一张牌 说到香港土地的问题 如何在郊野公园边随 去建房子,甚至是实质建议 在新界西,即是在大滑附近 你知道有大滑有小滑 总之在屯门与荃湾区中间的位置 就会拿一些郊野公园边随的地方建房子 这个有牵涉很多东西 我稍后想和你微微道来 这个也在牵涉 在认识哪个人 是在为香港人 有没有屋住 去尽心尽力 哪些人 是在那里霸着茅坑 不做事的 一会儿我会讲得很清楚 虽然是讲政策 没有那么juicy 但是我希望你看完我的视频 你有东西能吸收到 就算我说一些严肃的政策 你没办法听到一些juicy的东西 譬如说好像昨天那样 唉,真的 你说昨天或者前天那样 说一下记者如何强奸引荣 曼金位,蔡展鵬去说话 你就觉得那些juicy 这次不会juicy的了 OK,那我们先进正题了 先进正题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寿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讚好,不是按铃铃铃的 也请你每天12点和8点 都要留意看看有什么片出 也请大家 真的 你发觉有些人就不能按赞 是不是 就是说按完赞 一会儿就没有了 再按,又再没有 那如果是的 我觉得YouTube 可能做了些事情 甚至你的view数 我想也计不了了 不过不要紧 我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 有时候 你按like 反映不了 你可能按了影片 的view数也显示不了 现在我觉得 真的有些特别事情做了 我希望你留言 告诉别人 我这部影片三万多人看 但是原来有2000个留言 甚至试过留言都被别人剪 不要紧了 我觉得这样 可以反映到这部影片 有没有人看 OK,那我希望你积极留言 因为现在你这样压法 压到也很离谱的了 但是你帮我吧 好不 我们进正题 当然 进正题 讲一点就是 蔡展鹏那件事 就是说警务处副处长 他只是进了一个无牌的 按摩店 但是香港呢 95%的按摩店是无牌的 你看到他装环漂亮呢 你觉得那些人是正正常常的 那你就进去咯 是不是 甚至蔡展鹏在那里 他可能是接受 找一位男士替他按摩也不奇怪的 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女士 不过 那个男士会不会有替女士按摩呢 那也是犯法的 所谓的 没有领牌的 是不是 可能蔡展鹏只是接受男士替他按摩也不奇怪 我在大陆也专找男士的 我在大陆找一些注冊中医 帮我做按摩 因为我也有坐骨神经痛 所以我很体谅 这条腰痛起来就不管了 就找人去弄的了 有时候真的痛得很紧 找人去弄 有时候可能看漏也不奇怪的 但是当然香港就不断 狂说蔡展鹏这件事 但是为什么 记者强奸任用 无线新闻不说 杜杜不说呢 接着政府 磅水 去买奥运的播映权 免费 等无线赚广告 无线就连续两天推销 哎呀 那些运动员说好啊 那样 就是无线 根本的采访的质素 极低 原来是所有东西 是有他自己个人利益的 我说原来无线呢 因为政府傻他嘛 是不是 买卖了播映权 等他 无本身来 那天天就连续两天 拍一些运动员就说 哎呀 好开心啊 人人有得 免费看奥运啊 那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诚于政府呢 将整个奥运呢 摆去港台播 港台就不要有什么 议事论事啦 是不是啊 你林郑 是你用公帑输送利益 给那些黄色电视台嘛 无线新闻就是动赛展盘 动得最厉害 你就拿奥运的播映权 亿无线嘛 大哥 这个是利益输送的嘛 是不是啊 你搞赛展盘 那这些是爱国的势力 我现在告诉你这些是很严重的事情 国安公署 那个负责人 给你香港的黑记者搞 那就是说 现在的反中乱的势力 向我们这些爱港爱国的人 去攻打了 搞我们了 要由赛展盘这个位置去动 想动摇共产党在香港统治的基础 我觉得很严厉的 如果有人在我的视频下面 又说什么对我很失望啊 又说我偏帮蔡sir 又说什么证据确作啊 又说什么什么 那我一看到这些我一定会拼的 现在我看到就是说 现在的外部势力 拿了那些狗粮 拜登已经拿了 印完美金的钱 拿了一堆扔过来香港 找这些黑势力搞我们 保护我们治安的警察 我绝对不会 容许任何人在那里说三说四 这个我先说了 进回正题 说回梁振英 他说得很详细 他说这个交易公园哪里 可以建三万个居屋 现在林郑的治下 可以说是极其恶劣的 她恶劣的原因就是 她用了一个叫做什么 什么东西 那个叫做土地大辩论 她辩论完呢 原来就是明日戴婴 她在那里不做了 然后她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了 然后到了她今天生日 我想她发觉真的交不到警察了 现在你是韩正公开说 香港要解决这个深层次问题 说真的 共产党用这个深层次问题 这几句话 意思就是香港人没有居住的问题 香港人没有居住呢 为什么没有居住呢 是因为那些AO 那些公务员 勾结地产商 在那里玩东西的问题 那接着呢 韩正就说 始终都要解决的 那所以林郑就有政治压力 现在呢 就说 会收了几块在元朗 或者是粉岭的地 拿来建屋了 那块地呢 可能都颇为 好像她说新运路 好像就说 颇为近 火车站的 那块地呢 可能是空置了 那现在呢 政府就说收回你了 接着可能就赔钱给地主 什么什么都好 那就会建一堆屋出来 那现在呢 我想呢 如果是 要交差嘛 你长期为什么你有这些土地的法例 你林郑做了 你差不多四年了 你现在才用这条条例去收地呢 因为你 是地产商扶出来的嘛 那 我 不是 无忠心有的 说这些东西 我们看一看梁振英的帖 说什么 OK 梁振英的帖呢 不好意思啊 就是 有些东西不断出来 阻挡着 梁振英的帖 有个帖 他放在一个 字顶的了 我要放大一点啊 无端端 有时候Facebook 现在的东西很麻烦 他说了 用千分之二的 交野公园的土地 建三万个居屋 每尺 六千元 六千元的意思呢 没有地价了 只是建筑成本 加纍急的 行政成本 他说2017年 我是梁振英 在行政掌官任来 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提出应思考利用交易公园 内的少量生态价值不高 公众享用价值较低 裔于边随地带的土地 作为公营房屋 非牟利的老人院 如果可以建公園房屋的話,豪文家建老人園 現在香港很嚴重的 老人家其實不夠縮位 不夠位的 所以很多老人家都老了 現在香港人長命 八十幾、九十歲 所以平均年齡都八十幾 現在女士有很多時候 她平均年齡五、六 甚至有時候長命了九十幾 她開始蒙 她需要縣射去照顧 家人都未必能照顧得到 的確 我自己家裡也有老人家 但是有時候照顧得上來是有困難的 所以現在這些需求很恩切 但林鄭這幾年什麼都不做 隨後我邀請 我的意思是梁振英,不是何志光 梁振英邀請香港的 房屋協會 下簡稱房協進行生態 及技術研究 梁振英叫了房協做事 在2017年的1月 半年之後 政府換屆 接著有一個土地大辯論 土地大辯論搞完之後 原來就說 林鄭月娥 她就大張旗鼓說 所搞討論 討論完之後 就用珍珠的地產商 放了水 叫地產商 你來做事 地產商 用大量的資源 叫泛民 或者叫泛民旗下的人渣 現在 譬如說 最出名的 就叫做本土研責社 本土研責社 就是沉劍青 他是大力去反對 梁振英 說要用家庭的公園 建屋 他又說什麼違背 什麼香港2030的跨越 什麼規劃 這些規劃 浪費了 根本就是曾蔭權寫出來的廢話而已 香港人沒有屋住 就要解決了 但是這些混蛋 陳劍青 陳劍青 基本上我答上答是認識他的 陳經 總之 這些人 就是香港這些 真是反中亂港的勢力 我不知道認識那個時候是Fanky 就是說 吳國偉 吳國偉是一個邪教教主 在基督教裡面傳一些淫蕩的事情 總之是濫交、雜交、講粗口 接著 就認識陳建青 陳建青這些就是收外部勢力錢 負責研究香港土地問題 研究完的地方就是要香港 年輕人 多夜沒有地方 他搞完這麼多事情就是 你反對香港 不要建屋 陳建青這些混蛋 經常說 無線這些黃色電視台 他假裝CCTVB 實質上他不是 是港獨台 無線 無線新聞 袁志偉 是港獨分子 他訪問過李鵬 拿來包裝自己 自己是很像親共 實質 無線新聞高層 袁志偉是港獨分子 所以長期無線新聞 專門訪問泛民 那些反中亂港的人 什麼 你訪問職工民 就不會訪問工聯會 就是這樣的 而無線 經常會訪問陳建青 陳建青說完一大堆垃圾 都是一句說完 就說不要搞 然後呢 那時候呢 就是因為梁振英 開了一個頭 說要在郊夷公園 裡面邊誰要建工 公園房屋 所以林鄭呢 就立刻搞這個土地大辯論 醞釀了一整年 最後到2018年年尾了 他真的上任 去到2018年尾 去到一整年半 搞這麼多事情的地方 你看看 多少聲音 地產商動員 陳建青一大堆 譚海邦一大堆 所謂環保分子 整集就說 我們要環保啊 要低碳啊 香港人要呼吸 說完這麼多事情 就是香港人要呼吸 就不要有屋主 然後地產商就可以炒樓方便 林鄭用一個民主的方法 令到梁振英 一個比較專業 還有有智慧的 一個建議 就立刻打殘了 所以 梁振英說 半年後就政府換屆 2019年2月 新一屆政府就終止了防協的研究 OK 所以梁振英呢 現在就 提出一個實質的方案 香港事實上 林鄭 反中亂港 那個是林鄭 愛國愛港 那個是梁振英 我沒有辦法 因為整個明日大嶼 我現在回想 為什麼會香港這麼多年輕人 被傳媒 被那些混蛋泛民煽動之下 跟著東方 和蘋果 一起反對明日大嶼 跟著這個土地大辯論 說完這麼多事情 就什麼靠差都不做 跟著 政府停了研究交易公園 因為問過很多民意 問問黃遠輝 黃遠輝是什麼人 黃遠輝就是其實銀行界 那些人 其實也是地產商的同盟 香港什麼都是地產商的 香港金管局的人 由陳德林 到現在 什麼 不知道是余智偉還是什麼位 現在兩個金管局的總裁 全部一句說完 就是跟地產商互相配合 總之 你 現在的香港的 現在的情況就是 盡量 美國加息 香港就不要加了 跟著銀行就盡量 幫助地產商炒樓 那你賣現在 基本上 當然 國家政策就是弄了辣椒 這些是國家政策來的 沒辦法 但是 金管局一直都是配合地產商 現在你在銀行界裏面 弄了個黃遠輝 說主持這個 明日大元 搞來搞去 就是一句說完 梁振英說這個交易公園哪誰起樓 一句就說民意反對 是不是 這些就是 用一些民粹說要發展棕地 吹完呢 是不成事什麼都做不到的 因為棕地呢 你要談 可能談十幾二十年 談一輩子的 而林鄭是不會用土地發展條例的 剛剛才做三宗 踢了四年 叫她解決香港深層之問題 拖完又拖 拖到現在 隨便扔三塊地出來說 哎呀我收了 教一下功課了 林鄭有沒有批過一塊地去填海 這四年什麼都沒有做 什麼什麼 土地敗辯論 辯論院 明日大魚影都沒有啊 大哥 梁振英現在很實際的了 他就說 在大嵐那裡不如這樣搞吧 因為大嵐 大約應該就是在 就是有一個叫小嵐的 不知道叫大嵐水塘 小嵐水塘什麼都好 在屯門 和荃灣 剛剛在正中間而已 那裡附近應該叫青龍頭 那些地方 那裡大約 找到一條邊 去建一些樓 不計算地價 建公屋 然後盡快 希望可以 用不超過一百公廷 盡快建一些 兩至三萬個的 居屋間位 解決香港人的言為之急 香港很多年輕人為什麼暴動呢 他說多夜沒地方 但是你林鄭在做什麼呢 其實現在我去看 郊野公園那些問題 其實現在我看到 有一個 有一個網上給我一份稿 就是邱騰華 在2008年說 就是說 他呢 搞了一個叫北戴嶼 擴建部分的北戴嶼這個 郊野公園 那為什麼 在真任權之下 要搞一個二千三百六十公廷 這個應該上面的數字是公廷來的 為什麼要把郊野公園的土地 增加二千三百六十公廷呢 接著其他的陸續去增加 我去看那個演講稿 邱騰華呢 無端端就做了環保局局長 那他為什麼不用廖壽東 要用邱騰華呢 在2007年的時候我在問 我原來呢 邱騰華是地產狗的嘛 邱騰華做這個環保局局長 他就大力支持這個環保 就擴建一些 郊野公園 擴建了郊野公園 就可以土地減少 就方便地產商炒樓了 真任權一向都是這樣的 廖壽東不會這麼卑鄙的 廖西東當然是說 一心一意幫你香港 處理高鐵問題 有些人說他不對 不要爭辯了 高鐵太複雜了 他說高鐵要建在總站建錦上路 最後大陸政府都說不太適宜 什麼都好 我覺得高鐵呢 是解決了香港很多問題的 不過呢 現在封關呢 高鐵變得廢了 原本呢 有高鐵呢 香港東鐵那邊 沒那麼失車 但不說那麼遠了 原本環保專家 曾蔭權刻意不容 用AO去做環保局局長 原來是為了抗敬交易公園 所以邱騰華呢 做了局長 現在改了做商業和經濟局局長之後 會怎樣呢 就會 保護香港電台 長期都視而不見 是不是 他做了商經局局長 由2017年做到2021年年頭 做了三年半才開始動作梁家榮 梁家榮 梁家榮混蛋了很久了 根本由頭到尾 這些AO都是地產狗來的 我希望 梁振英已經說了兩個政策 就是說要建立文化局 接著要將交易公園的邊瑞 收回來 建屋 解決香港人的住屋問題 我覺得 我很希望 這些就是梁振英 選特首的政綱 我支持梁振英 做特首 就這麼多了 拜拜